财务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谈财务管理学 首先我们来谈第一讲 是有关于财务管理学的介绍 那我们知道整个任何一个学业门 都有它整个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 同样的财务管理 它有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演进的过程 那我们底下我们来了解它一个过程 首先它最早是在1880年代到1900年代初期 那时候几乎是供不应求现象 所以工商企业面临的基本问题 在于如何取得资金 也就是说你只要有办法取得资金 那你有办法去生产 那市场就有需求 那这是为什么说 这时候主要的重点在资金的筹集 然后接下来呢 在1920年代 这时候财务管理的重点 由外部转移到内部 企业不仅着重以资金的取得 并且注重资金的应用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 随着一开始 你只要有办法取得资金 就可以去生产 就有需求 可是因为有利润 就会导致很多的竞争者加入 所以当有很多竞争者加入之后 那不在这个竞争激烈之下 那可能你不只说要去酬酬资金 怎么去投资 而且还怎么适当的去应用 或者呢 你的利润就会越来越缩小 那到了1940年代 到1950年代初期 这时候财务管理呢 人为系数性的学科 不过它的分析方法 包括资本预算 所谓资本预算呢 也就是说 它在一个投资的设备的时候 它会考量一些 比如它的要投资哪些方案 然后呢 可能资金来源怎么策措 怎么选择那些 对公司比较有利的设备 那当然这个时候呢 还是停留在一种 比较主管比较主观的 根据一些因素 它来做评量 那接下来到1950年代 重点开始由 系数性转移为数量分析 应用决策方法及电脑 以及各种数量模式 来解决财务问题 以便获得最佳的答案 到这个 原先呢 我们说1940年代只是一种 可能主管一些观念 考虑一些因素 那就去执行 可是到了 在1950年代的时候 可能因为电脑的发展 那很多一些决策因素呢 直接透过电脑来帮我们 做分析 那这样呢 可带给主管者 可更正确的一个判断 怎么做适当的解册 对公司比较有利的 然后呢 到了1960 及1970年代 这时候重点在于 金融市场 及金融性资产投资 如各种证件的 最事投资组合 及资金成本 在1960跟1970年代 我想这个时候呢 因为金融市场的 开始的产生 那我们知道 我们透过金融市场 我们可以借到 比较容易筹筹到资金 另外呢 透过一些证件市场 公司也可以发行股票 或是呢 载件市场 也可以发行公司债 那这些呢 变成说 资金筹据的管道 就更多了 那当然 这当中公司可借由 考虑公司的风险之下 选择成本比较低的 这个资金来源 那这是这个期间 那到了1970年代 由于呢 通货膨胀 那这个时候公司呢 觉得他们对于 会影响公司的一些解册 所以呢 比如说包括你材料的购买 如果有通货膨胀的话 那可能这个成本就会增加 那当然如果说 这个金融者呢 它的市场产品是属于比较 只有它少数一两家的话 那通货膨胀 它可以把它纳入在价格上 让顾客呢 去吸收 不过呢 随着竞产业业激烈呢 可能 这方面会有困难 所以他们会很着重呢 把通货膨胀 纳入到 这个决策上 因为这涉及到公司 未来的这个 立任的影响 那到了1980年代 由于美元大幅贬值 国际油资充益 利率水准呢 偏低 汇率呢 变动不已 那国际资金呢 就开始追逐这个 因为汇率兑换呢 可能会带给他们收益 那这时候呢 它也成为 外汇的问题 也成为财务管理 一个很重要的一门 那怎么说呢 我们如果翻开过去的资料呢 在民国87年的时候 工商时报有列出 国内20大企业呢 它因为汇率波动 导致他们都有 至少上亿元的 这个汇兑的损失 你就可以知道呢 台湾是主要着重 是进出口 这个贸易 所以呢 汇率的波动 直接影响到公司的 甚至于它的盈亏 那这也是为什么 汇率的波动这个问题 对于公司呢 已经不再是 是小事情 而是呢 要加以重视的 好 那我们呢 谈完了以上 有关于整个 财务管理学 它的发展过程 从一开始 它只要着重 资金的筹筹 接着也要开始注意到 怎么去 加以有效的使用 到最后呢 甚至于 我们要去进一步 去掌握 这个每一天 或每隔夜 现金的流进流出 还有针对长期 我们怎么去做 配合公司的发展 去有效的做一个规划 还有投资的决策 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 有关于财务管理的意义 跟它的功能 那财务管理的功能呢 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 需资金的筹筹 应用 及财务的规划 以控制 就是我刚刚所解释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什么叫资金的筹筹 那资金的筹筹呢 一般必须考虑到 比较多的因素 比如说资本结构 从而存在的风险跟成本 那什么叫资本结构呢 就是说你取得资金 它的来源管道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谈说 资金的来源有哪些呢 一般有包括发行公司债 普通股 优先股 还有银行贷款 那由于资金单有这些管道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了解说 管理者在这些不同的资金来源中 你如何选择最有利的财务组合 来募集资金 进而可以使公司降低资金成本 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所以呢 对公司来讲 如何在这不同的资金来源当中呢 取得 一方面考虑它的资金成本 但是也要考虑到呢 风险 比如说你不能都一直挤债 因为它的风险会越来越高 那也不能一直发行普通股 这样会稀释 就有股东的股本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呢 要在这当中资金来源当中呢 做一个平衡 然后考虑到公司的风险 跟它的成本 那这样的话呢 对公司来讲 才是最好的 那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会儿 我们再继续 我们接下来谈应用资金 那当企业获得资金后 它必须加以妥善利用 资金可以投资在流用资产 或固定资产上 一般流用资产它的风险比较小 那固定资产因为涉及比较长期 所以它风险比较大 那我们接下来谈第三项 财务规划以控制 财务规划以控制呢 主要是编制 预测性报表 及现金预算表 那什么是预测性报表呢 它主要是根据公司 未来它的一个发展 然后呢 比如它的未来的销售成长 然后来了解 是不是要做一个适当的投资 那另外呢 还有现金预算表 那现金预算表呢 乃是根据公司 比如每个月的现金 未来的现金流入跟流出 那才做编制的 那这样的话 可以作为现金管理的工具 比如说呢 如果公司可以掌握 未来下个月 或下六个月呢 每个月的现金流进流出 那我想就不至于有 现金短促的现象 那如果现金多了 它也可以这样应用 那我们接下来 来谈有关于财务管理 它会涉及的领域 几个领域呢 管理者它的一个职责 首先我们来看 一个称职的财务经理 未能有效应用财务管理功能 它必须兼备三个批尺相关的 财务金融领域 包括第一种货币与资本市场 第二个是个人及金融机构 如何为其投资组合 来选择证件的决策分析 第三个财务管理或公司理财 主要涉及是实际的管理运作 那我们首先来看 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 这个领域它主要是做什么的 在这个领域当中呢 它主要是任职于金融机构 还有包括银行保险公司 除代协会和信用合作社 那这里面呢 他们应该知道影响利率 涨跌的因素 还有呢 管理金融机构业务的法令规章 以及各式各样的金融工具 比如说包括抵押贷款 汽车贷款或定期存单等等 那以上是在货币及资本市场 那我们接下来看 如果是在投资领域呢 那一般是任职于证件经济商 它的工作性质呢 不是销售证件就是担任证件分析师 或者为银行共同基金呢 或保险公司来做管理投资组合 那这个领域呢 它有主要三大的功能 是什么呢 第一个销售证件 第二个分析个别证件 还有第三个为投资者找出最佳的证件组合 因为这个部分它是投资领域 所以呢 它可以包括说帮忙公司呢 如何去做销售 那也因为呢 它也涵盖为投资者来选定一些 就是说建议哪些股票呢 可以去做投资 所以呢 它必须要分析 它必须要能让这些投资者 它知道公司呢 它的获利 它的风险情况 那当然 有了这些呢 它就可以帮忙投资者找出 应该怎么做组合 是对它最好的 那另外我们谈到最后一个是 财务管理的领域 那财务管理领域 它的工作机会呢 涵盖最广 包括银行 还有其他金融机构 以及工商企业与零售商 那这个是指的 就是一般我们谈谈的公司 那这个领域呢 它所遇到的工作形态 最广 换为呢 从有关工厂扩建的投资决策 到选择以股票 或债券 来策措呢 资金的融资决策 因为它涉及到公司的经营 那所以你可以看 从土地的投资 设备的投资 还有呢 这当中你需要资金来演 所以呢 它涉及的范围呢 甚至于就涵盖我们第一项 货币资本市场 那还有呢 甚至于投资增金 因为它涉及到 可能这个销售 公司债啦 或是这个 这个透过 这个销售股票 来抽策资金 那我们接下来看呢 财务经理 除了以上 我们所谈呢 他还要负责决定 销货的信用条件 存货水准 持有现金水准 证件的发行列别 还有是否收购其他公司 以及公司引以中呢 多少保留在公司继续使用 多少花放顾息 因为公司呢 这当中包括 我们要定什么条件 给顾客怎么信用期间长短 以便他才能还款 那这都会影响公司的 一个市场的销售 那还有公司 存货要到哪里 因为存货影响到成本 还有你要持有 多少手头的现金 因为你如果 持有现金太多 也会积压成本 还有公司呢 究竟要发行普通股 还有特别股 那这些呢 都是会涉及到的 那是不是要诟病其他公司 以扩大公司的业务 好 那无论在 我们说呢 虽然我们把它分成 这三个领域 包括货币资本市场 还有投资 还有公司涉及的财务管理 可是呢 无论你在哪个领域呢 其实最好 在这三个领域 你都要有一些认识 如果一个银行 他不懂得财务管理 他也不能做好换款的业务 那当然 他是一个公司的经营者 他也需要呢 去掌握呢 资本市场 这样可以协助 他怎么去丑丑比较 对公司比较 资金成本比较好的 这个资金来源 那另外呢 公司的财务经理 他也要知道说 跟他往来依然 他想什么 那证件分析师呢 他究竟如何判断公司的绩效 极大化 那财务人员最重要的工作呢 根据刚刚所提的 那是什么呢 当然就要透过投资活动 和融资活动 不断为公司创造价值 也就是财务人员要设法 使公司支付给股东 和债券的限运流量 高于他们提供 给公司的限运流量 那我想呢 我们接下来用一个图表 他可以很清楚地表达 一个财务经理 他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来看这个图表 在这个图表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公司透过金融市场 然后呢 取得透过发行公司债 发行股票 而从债权能股东呢 取得资金 那另外呢 一旦公司取得这些资金呢 去运用赚钱产生 获利呢 那就会流出 那以股利的方式呢 留给股东 以利息或本金呢 来留给债权能 然后呢 当然要付税给政府 那这个呢 就可以反映 一个财务经理 在这当中呢 它很重要 它要掌握 怎么去筹筹资金的来源 以便于呢 它可以把所赚取的呢 再回馈给债权能股东 还有呢 缴税给政府 去做一些公共的投资 那我们接下来谈 财务经理主要的工作内容 它首先有四项 第一个是预测与规划 财务经理在展望公司前途 以及规划公司 未来定位时 必须其他部门沟通协调 因为它不是只做财务 财务只是公司一个部门 那它整个运作顺畅呢 它必须以其他部门 做先做沟通协调 第二个是重大投资 以融资解册 为应付销售的急速成长 就必须增加对厂环 设备和投资 和存货的投资 以及融通此一投资的最佳途径 例如公司该以负债 或潜意融通长期投资计划 那以及如果采用负债融资 该选择长期负债 或是短期的负债 好 那这是第二种 因为它筹筹来源 有长期短期 第三个呢 是协调以控制 超经理呢 它必须其他部门 协调 比如说呢 这个 它不能 只是去筹筹资金 因为这是一期资金的 这个积压 它必须按照公司 对市场的需求 它才适当地 考虑去筹筹资金 去购买设备 那第四种呢 是资本市场事务的处理 那潮经理 必须处理货币市场 和资本市场的相关事务 也包括呢 资金的筹筹 证件交易 都是经由金融市场 和完成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知道 筹筹资金来源 必须要透过资本市场 那这样呢 它才可以 使公司 可以呢 适当地购买 合适设备 继续去引用 好 那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 我们接下来再继续 好 那我们接下来谈 公司的目标 公司的目标 应该是要使 股东财户极大化 因为股东 才是公司 真正的所有者 那这个目标呢 也可被转换为 使普通股的 股价达到最大 因为股东的财户 一般是还在股价上 因为他们持有的股票 那历任最大化 是否一定会导致 股价最大化呢 我想不一定 我们用以下例子呢 就可以 同学就可以清楚 好 这边假定 自逢公司呢 以流通在外的股票 有一千万股 而且赚得三千万元的 税后净利 所以它的每股盈盈 等于13块 因此如果你持有一万股 自逢公司的股票 你就能自该公司 储分分配到三万元的 利润 现在假定 自宏公司呢 再度发行 一千万股票 并且使用 所策措的资金 赚到一千五百万元的 税后净利 那在自宏公司 发行新股后 它的总利润 将增加为四千五百万元 那这时候流通在外的股数 将提高为两千万 如此一来呢 它每股的盈盈 将有原先的三块钱 下降为2.25 所以我们说呢 这种情况下 如果公司的财务经理 他想要增加 现有股东的财户 他应该设法提高呢 是美股盈盈 而不是公司的总利润 也就是说利润最大化 不必然会导致股价最大化 那利润最大化呢 可能还存有两个缺点 首先第一个 它是短期的观点 因为企业短期内呢 它为了增加利润 它可能可以提高售价 或是购买较低品质的材料 或设备 可是这样长期来看呢 它反而会影响 造成公司呢 利润会减少 所以我们说呢 短期 因着你左眼利润最大化 长期可能不好 第二项呢 它负劣风险 如果企业只是单纯的 追求利润最大化 而负劣的风险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一般高风险 会带来高报酬 也就是说呢 你高报酬 隐含的是高风险 所以你如果只追求 利润比较高 可能会带给公司风险大 所以我们说呢 它可能 如果只追求利润 它可能会负劣风险 那如果呢 我们的目标是着重财务极大化 那我们可以说呢 它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目标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它为一个长期的策略 它强调呢 提高股东在公司投资的价值 而不是以追求短期认为目标 第二个 它考虑风险 在一个可接受的风险下 它可以提高股东的财户 那我们谈完了 公司的目标之后 了解的 利润最大化 不见得是 是股东财户最大化 那我们接下来谈 一般在公司里面 时长存在着代理的问题 那公司管理者和股东之间呢 由于目标追求的差异 从而会产生代理的问题 那在财务领域中呢 时长看到的两种代理关系 第一种是股东和管理者 另一种是股东和债权人 那我们首先来谈第一种 股东和管理者 管理者若只关心自身 长期的生存工作安全 而不会以股东财务最大化 为考量的话 那就会产生 管理者跟股东产生一些问题 例如呢 这个管理者工作上 他可能强调额外的补贴 比如说他有他个人使用的 灰机或是豪华型的汽车 可是大部分都是作为 他私自使用的 还有有时候管理者 他代乎职务 有一些投资方案 如果他继续争取的话 可以带给公司更大力争 可是他没有 那这个就是造成 公司跟管理者 因着大家目标不一致 而产生的代理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因为股东希望减少代理问题 所以他会引发一些呢 这个产生的代理成本 包括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在组织结构的费用 为了减少管理者采取 和股东利益相反的措施 所给予的诱因 包括提供公司股票 当作管理者部分的补贴 那第二项呢 是监督管理者行动的费用 例如支付管理业绩的 集合工作 及监督内部花费的费用 那这些都会产生成本 第三个是保护股东呢 怀疑管理者不诚实的 企业会用 那就是设立一些 这个企业来防换 那当然这也要成本 第四个 为防换管理者 而建构的复杂组织 组织及及时决策的执行 而造成机会成本的损失 有时候透过组织呢 那层次会比较复杂 而这样可能会影响到 一些决策的执行 那这样产生的成本 也算代理的成本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不只是股东可以透过这些 但是来促使管理者呢 真的是专注在公司的经营上 可是同样的 管理者本身也会很自我要求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没有以股东利益为考量的话 那可能也会有以下的影响 包括什么 他可能会被解雇的恐惧 第二个 公司也可以透过补贴 来使他以股东利益为考量 还有第三个 他害怕如果公司经营不散呢 有新团体来诟病 那他就要被解聘了 那第二个我们来探讨 股东和债权人 在公司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呢 也有其他代理上的冲突 比如说公司所有者 他希望提高公司的投资风险 以增加自身的利益 可是债权人呢 他却为了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常会兼职在公司债权合业处上呢 签订某种保护合业 包括鼓励给互的限制 还有公司能够投资的种类限制 还有债权数位等 那另外债权持有人呢 他可能也会要求较高的报酬 作为呢 如果你这公司没有雇到他们权益的话 可能会影响 他们以后会收尾本金 跟收尾债期的风险 所以我们这一讲呢 基本上从整个财务管理学的 历史的演进 到后来我们谈到财务管理的功能 还有一些代理的问题 那我想这些呢 都是一个第一章 让同学有一个概念 这个公司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还有呢 一个财务经理人 他应该要做到的部分 那我想这一章呢 我们先到这边做一个段落 那我们下次呢 再来谈第二讲 谢谢各位同学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